再打着双胜标局的牌子,那是不能了,可凭咱们几个要再开一标局的又没有这样的本领,这是咋哪说的?张先生您看这里是不是有事儿的?我也没听出事儿的,所外乎就是今天老爷子说话的时候,二爷没原因,我是这么想,是不是老哥俩闹得有点不愉快? 家里有点什么事儿,犯心思了,可也没准,这么办,咱们约几个人,约什么人?有头有脸的深懂,咱们约上几位,尤其古楼后头,千德银号的吴的爷,咱们约上,书中代言,在云南义府地面,有个人物,在古楼后头,开了一个千德银号, 这位乌的爷,号叫约南,这个云南府,上上下下差不多的事儿,都得有他,他可在商界说了算,就是当初,这双胜标局的刚开的时候,人家给了很大的资助, 大伙是怕老哥俩心里别扭,就这样,大伙出来,约了几个人,又到古楼后头,找这位五指南国的爷,说明天咱们一块儿,来趟我们老东家家,我们呀,人清面子薄,他是东家,我们是伙计,他问不出实话, 你们都是多年的至交,而且在街面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问问老哥俩,到底因为什么收的买卖? 乌指南,乌先生一听,行,应该咱去吧,很约了几个人,带着这张先生,跟俩标师大趟的手,第二天,大家伙一块儿,奔礼要家了,他啪啪一叫门,里边呢,是李能英文,李能一看,会上的张先生同帝帮人来,张先生您干嘛? 我们要见老爷子,有事儿说,好吧,王李能一回,李要是荒王相迎,可就把大伙给让进来,客厅落座,从人献查,查把歌斩,不知道今天几位,登门来访,有什么事情吗? 还是乌指南先说话,我说,老李啊,李标头,我听,德财张先生跟我说,您这买卖打算收,啊,哦,李要一听,明白了, 昨天我嘱咐张德财,那位欠罪要紧,大概这几位啊,都跟我有些个债务上的来往,不是我欠他的,就是他欠我的,这几位今儿是要账的呀, 哦,德财,你犯事儿还真利索,难道千德银号咱们有什么账吗? 哦,不是,您错理会了,皆因为我们哥儿几个一听,德财张先生跟我们说呀,您这买卖要奇账收事,我们听着可惜, 按说咱们云南义府,这些年来,自从有你们哥儿俩开了这个标局的,可管了大事了,尤其我们这做买卖的,就拿币号来说,乃年,经你们标局的手的钱,也得多少万两,可以说这么多年,平安无事,一分一厘都没丢过,我们花钱呐, 顾别的样的人,达不到这样的力量,也办不了这么大的事情,正是买卖如日中天,好的时候,怎么收账呢? 是不是,您跟二爷,你们老哥俩,啊,哈哈哈哈,五指南话到一半可就不用再说了,当个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窗户这儿一捅, 比较破,李耀,乐,吴先生,啊,你们老几位,包括德财,啊,哎呀,应该说有你们这么一想,可是,我昨天说那话够明白的,哎,无非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把昨天跟江德财说的话又一说, 我跟老二路,我跟老二路滚的什么毛病都没有,我们哥俩一个头碰在地上,打年轻时候交朋友就在一块,老子老子一块干这么一买卖啊,真是不打算再现眼了,我们收了, 大伙一看,那人家非要收,咱们是外人呢,大伙一看,得了,既是这样,我们给二位道喜了,自此以后,二位是乐得清闲的,哈哈哈哈,哎呀,也是老一辈的英雄,看得透,看得破,激流勇退, 得了,等收完事,我再请各位喝酒吧,回见,回见,大伙顺礼要家出来一琢磨,不能听他一面之词,他一人说跟二爷没事,万一要有事,干脆,咱再上二爷家去一趟,原地不动,上盘街啪啪一开门,又奔西院了,西院呢,是鹿城英文,打开门一看, 跪上张先生捅着几位,生动来了,张先生您干嘛,找二爷有话说,赶紧往里一回,二爷挠头湿的路滚,往外他们一走,一看这几位,都是大财主,赶紧接到家里来,客厅里边分宾主落座,从人献查,查罢歌展,你们哥几个干嘛,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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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事,是不是你们老二位,有别扭, 挠头湿的路滚一听,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瞎泛心眼,我们哥俩的事,你们何必多问,以前这人跟人就不一样,这李耀呢,跟大伙好好说,这路滚呢,他不愿意说话, 我说,我说吴大爷,您带着大伙来,问我这事情,与您有什么相干,德财,昨天,我们俩在柜房不跟你说了吗,最要紧是内外欠,大哥说的对,要是没有什么账务上的事啊,我们家务事,你们甭操心, 大伙一听,有事 二爷,您要心得不痛快,您跟我们说,我们大伙给聊聊,哎,我吴指南,不敢说在云南府是了事的人,大大小小的事,多少的我可都出国力, 尤其咱们双省标局,这些年咱们哥几个走的不错,你们哥俩的为人,本领,我们大伙是钦佩的,真要是你别说别说别说,我谢谢几位,回家吃碗面去好不好,哎,我说,路长,二爷,送客送客,愣着二爷给轰出来了,大伙啊,称姓而来,扫姓而归, 大家伙这么埋怨,张德财,我说,张先生,您这么大伙,约了这叫什么事,哎,那他要算咱也没主意,买卖是他,那我们可都不管了, 吴指南带着众生懂,可就都回去了,张德财,老成本重,您还别说真能干,三天头上,把账这么一拢, 李耀,跟陆滚,老哥俩到柜上,一看这账,真得说本本清,什么叫进哪叫出,连个标点,连个逗号拒号,都不含糊,写的辈清楚,李大爷跟陆二爷,单给这位张先生,又留了一笔钱,这些年啊,很干的不错, 半个月工会儿,齐账收市,这么大的双胜标局,不干了,收了,可是云南府的人,谁也不知怎么回事, 静清理要一日在外部说,外部可就传开了,老哥俩心里都有个子,有别扭,唯独你要问,陆滚,陆二爷,人家不原意, 这里头看着意思啊,陆二爷受着委屈呢,这里头陆二爷闭着屈呢, 正在把买卖收了之后,哥俩两个高兴的时候, 李耀可就疲了,你可该啊,下点功夫, 哎,等这孩子长大了,照着李英这样,也得教录音练武,孩子呢,把咱们哥俩的能耐,一招不留,全交给他们, 二爷一听得了,都是哥哥你栽培就是了,这话说完了,可不能当时英尹,为什么,录音小啊, 这岁数哪儿练得了武啊,话还不会说呢,又过了这么几年, 到了这个陆寅,七八岁的时候,这李英可就十五六了, 他比陆寅大八岁,那么李英的这个本领,可已经相当的不错了, 你琢磨琢磨,他爸爸这功夫这么好,天天教的,教的七八年了, 这李英功夫很不错了,哎,老哥俩又重提救世, 李耀呢,跟陆寅又提,当初李英可就是七八岁上, 我教的窝窑微腿,别的功夫呢,也无所谓,这个基本功是最主要, 你呀,可千万别含糊,得教这孩子练武了, 这个陆寅基本功我不管,你给下,等把这个功夫下词是了, 你把他送我这儿来,我把绝技全交给他, 这可就是哥俩过说,得是把兄弟真有交情才能说这话, 叫不够交情可就吃心了,哦,基本功我给下, 申造的时候送你这儿去,那按孩子你就比我高哦, 但是哥俩交一辈子,李的爷跟陆二爷不接心, 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陆二爷听完这话呢, 也没往心上去,可心里头就琢磨, 基本功我给下,然后他交能力, 我这能力也不错,你怎么不说把李英送我这儿来呢, 我看看,我看看我哥哥这功夫都七十了, 练得怎么样,七十多岁的人, 这功夫了解没了解,反正我这功夫是没了解, 自从买名一收,这又多少年了, 老哥俩呢,天天聊别的, 从来不聊八十二字, 各自练各自, 我看看,可就够问大爷家, 谁串门, 也得报一声, 唯独李要上陆滚他们家, 陆滚上李要他们家, 不用报事, 把门叫开了, 自己就往里走, 那要李要上陆滚家呢, 还麻烦点, 因为人家有女眷, 这院呢,除了下人, 主人就是爷儿俩, 说李要七十多了, 见弟妹, 那也有规矩, 小婶不见大伯哥, 尤其人那孩子还小, 刚七八岁, 人家这个老夫少妻, 陆二奶奶呢, 才是是什么岁, 所以老头子呢, 也很少去, 陆二爷到这院, 那很随便, 我哥哥呢, 你能说, 在后边练功, 诶, 陆滚一听, 正合适, 看看我哥哥练什么功, 自己溜溜答答, 奔后院, 他们两家, 一样的房子, 一宅分两院, 后边单有几间房, 是练武的, 陆滚家也这样, 他的轻车输入, 就跟自己家一样, 到后边, 往里微微这么一探头, 似乎李耀店的英雄, 自己正在练武, 外边偷看烟能不知道, 谁啊, 哥, 我, 可没进屋, 一打帘子, 李耀出来了, 老二, 你练武呢, 是啊, 进来吧, 不进去了, 咱哥俩投了说话吧, 喝点水, 一会外边咱们喝酒去, 你进, 我不进去了, 别进, 你不进来, 好像我防着你似的, 咱们俩交一辈子了, 你看看哥哥我练的什么功夫, 好吧, 陆滚跟着李耀可就进了练工房了, 一看大开间, 几间房板打通了, 东西的走向, 正当中这堂屋打开了啊, 分为左右, 但原先这堂屋没有墙也没有格上, 简单的搁点桌椅板凳, 由这分东西, 一看西边, 这房顶上, 拿这竹子, 扎这么一个圈梁, 给它吊到这房顶上了, 由这圈竹子上头, 垂下好些馅儿了, 馅儿底下呢, 扎着三十六个棉花团, 这棉花团, 都有拳头这么大, 拿馅儿把它扎紧了, 大小分量都是一样, 拿馅儿, 垂下来, 可是分四个高度, 九个是一层, 九个是一层, 方向可不一样, 有齐头的, 有齐胸的, 有齐腹的, 有齐阴的, 这么四层, 没看明白, 吊梁往东一看, 跟西边一样, 也是, 竹子的圈梁, 可吊的不是馅儿, 吊的是链, 而且, 这边是一根馅儿, 拴一个棉花团, 这边是两根链, 拴一把刀, 全都不刀一尺, 刀刃冲上, 刀尖冲里, 三十六把钢刀, 吊好了, 也是四层, 不知道什么意思, 您练的这是什么功夫, 哎呀, 我说你没看过练功吗, 这让你看看, 我练一趟, 你瞧瞧怎么样, 好吧, 说着话, 你要一矮身, 可就顺着棉花团底下, 钻进去, 赶上人站的中间, 四周围, 高低上下都是棉花团, 老爷子说了一声, 老二, 要你仔细关桥, 小子出唇, 微抬双手, 推双掌, 啪, 把面前这俩棉花团, 往外这么一打, 这俩棉花团, 往起这么一大, 不容得下来, 一翻手, 啪, 又推起俩来, 没容这俩下来, 自己这么一转身, 身后就有俩啪, 可又给推起来, 这俩再推起来, 头次打那俩可就下来, 自己转回身来, 把这俩不得让他让过去, 让过去这边有棉花团, 上个绳子馅一到, 底下棉花团一乱, 那可就算练砸了, 必须用双掌, 把他还打出去, 这俩可又下来, 再打这俩, 煞尸尖六个棉花团, 十起比落, 看得可清楚, 一下是一下, 路滚在那儿吧, 一看, 哦, 感觉我哥哥练的是这样的分领, 就听这圈里边, 李的爷, 高喊这么一声, 老二, 你可要瞧仔细些, 可就不是双挡打, 可就跟单掌了, 啪啪, 这个就分出前后去, 啪啪啪啪, 打完这六个不等下来, 接着又王旗打, 踢脚, 啪, 又踢起一个来, 这回是全打脚踢, 闪斩藤罗, 煞尸之间三十六个棉花团, 让李的爷打得是上下翻飞, 这个上去, 那个下来, 那个下去, 这个上去, 穿花蝴蝶的想法, 哪个都不能让他碰成自己, 哪个都不能让他绕在一块, 如果路二一案, 在这圈外边一看, 这能耐可大, 按身大指罢了, 别看年过七旬, 我哥哥李要这身能耐可没料下, 慢慢的, 老爷子伸手接着棉花团, 接住了让他挺稳的, 再接这有条不稳,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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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减速, 力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当时都稳住了不行, 这还都动着呢, 就得再把他打出去, 好稳别的, 那么这力量可就小了, 这一点点往下减, 把三十六个棉花团完全全都止住不动, 自己打他腰, 顺着棉花团底下钻出来, 墙上挂着手巾, 拿起手巾微微, 斩了斩了汗, 到底是七十多了, 老二, 这个功夫要不料下, 别的功夫可就全料不下, 还甭说三十六, 就是我打这六个棉花团, 能够坚持在半个时辰以上, 上边不绕, 下边不乱, 就是真正到了窃战林敌之时, 十六个人围着你, 也不要紧哪, 兄弟你看哥哥我这功夫怎么样啊, 好, 东边这个呢, 一样的练法, 这人还能再练呢, 我练了你看, 又把二爷领到东边, 一哈腰, 顺刀阵底下钻进去, 两根链拴一把刀, 头的是刀苗子, 刀刃冲上, 刀尖冲里, 埋二指, 捏住了下边刀背, 轻轻往外一送, 两把刀荡起来, 自己一回身, 啪啪, 还是六把刀掀起, 六把六把往上加, 这个可就不能全打脚踢了, 抬起腿来, 把这腿往上一抬, 得拿鞋底, 登刀底, 这可比刚才那难练多了, 为什么, 一个这刀分量大, 来去可比棉木团快, 另外, 棉木团能拿手打, 这不能拿手打, 前面是肩上不试任, 什么叫钻, 哪叫打, 浑身上下一点不能挨, 自己在这刀阵里边, 打了一个眼花流乱, 三十六把飞刀, 刹大之间全都打起来, 路滚在外面一卡, 今儿算开眼了, 两把两把都稳住了, 慢慢慢慢, 三十六把刀全都停稳之后, 大哈腰, 从刀阵里边出来, 摘手镜擦着汗, 老二, 今儿他把我累坏了, 从来没练得练了, 这练得一练, 还真有点喘, 你看, 这贱汉, 哥哥, 我练得行吗, 好啊, 说的话, 又把二爷领到西边, 二爷大哈腰, 钻到棉球里边去, 大哥, 我练你, 瞧, 路滚也七十的人了, 微微一扬双掌, 啪啪, 可就把两棉袄团打起来, 两棉袄团将来往起这么一扬, 二爷一掉脸, 啪啪, 又打起两棉袄团了, 那两棉袄团还没起来呢, 这两棉袄团已经动, 那下来得半天, 自己一转身爬爬爬爬爬爬爬的, 十二个, 让你看看我怎么样, 李耀, 在棉花镇那边这么一看, 哄哄, 别看老二, 也快七十的人了, 斗志不减当年, 我是六个六个起, 他直接就来十二个, 第十二个, 打出去, 一二这才回来, 自己伸双挡, 接球啪啪啪, 二次再把这十二个打起来, 越打越快, 刹那之间三十六个满兜打起来, 上面全打, 下面脚踢, 真好啊, 路滚外号叫挠头狮子, 平生的绝技叫做狮子滚右球, 原地不动, 全凭着腰上的力量, 双爽如飞, 啪啪啪啪啪, 有的知道到哪, 连头都不回, 用铁板桥的步步爬直接的给推出去, 比要在外边看着高兴, 年进古戏之人, 能到脑头湿的路滚这个样子, 就算不含糊, 这么多年, 双胜标局的没有闪失, 不能说我兄的这个本领, 咔, 确实不赖, 慢慢减速三十六个棉花团, 完全全都稳住了, 大哈腰顺棉花阵里出来, 真得说气不庸出, 面不耕色, 路二爷面带洋洋得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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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 怎么样, 别看咱们哥俩岁数老, 全脚上人不老, 哥, 你看我练得怎么样, 练得不错, 我在练的那刀针, 哎, 不可过力, 算了吧, 咱们哥俩, 投了喝水, 路二爷心里头有点不痛快, 跟哥哥跟前可没带出来, 暗含着, 大哥你这意思, 是不是认为我练不了这刀, 哦, 打棉花团行, 打刀不行, 打刀不行, 你应该您跟我说呀, 干嘛到这把我拦了, 早晚, 我得练了这刀针, 让大爷你瞧瞧我这功夫怎么样, 这个地方礼要, 可也没往心里去, 书中代言, 这个刀针有个破法, 你告诉路滚, 可就没输了, 也是一时, 哥俩这么一高兴, 练得都很好, 换上长大的衣裳, 投了喝茶聊天, 就把这个破法忘了告诉路滚了, 那么这怎么破呢, 往地下一躺就没事了, 也算他都在上面自料着, 最底下这层奇音, 就是人半截, 真到看躲不开了, 真到看这刀要扎上, 自己往地下这么一躺, 无非上面, 刷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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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 底下这人没事 就这么简单一个破法 可你要不说 一般人们想不到这 就旺子一句话 二爷心里边暗含不悦 打算练练这个 二爷也有不对的地方 怎么 你打算练你们家有练工房 你打一套挂他 你随便练 不计 看上大哥家这套 非得在你这练 那才算露脸 心里想嘴里口不说 这就是人的一生的毛病 怎么叫人跟人不一样 有的就好说 他没有难受的事 有多不痛快事 他不掩着不藏着 被谁跟谁说 他痛快了 听的那种怎么办呢 可也有的人就不好说 你要是 有的人明白 叫成主身 有的人就叫抑郁症 这是俩概念 都是不说话 但是人家的成主身 人能消化 人不说 但人家自己能排遣 这抑郁症呢 是不能排遣 天天不仅他不说 他还想 他把自己想疯了 算一干 这就叫抑郁症吗 精神病怎么来 就这么来的 但说受了突然间刺激 那单说 陆二爷不后说 这事可搁在脑子里了 什么事都怕惦记 这一动心思啊 还真搁不下 单说这么一天 清晨起来 早早由西院出来 购奔冬院 到门上 你能 二爷 我哥呢 老爷子洗澡去了 哦 你忙去吗 你让澡堂找 找他去 啊 你能钻身干别的去吗 二爷挠头湿的路滚 一看哥哥家 院子里没什么人 自己聂足浅宗 蹭蹭两步 可就到院里门了 微然这么一闪身 顺夹道可就奔后院了 身法真快 眨眼之间 来到后部练工房 一看门 须带 没人了 自己 推门进去 从里边 把练工房的门 可就给关上 把自己长大的衣裳 拖下来 往旁边椅脏一放 微微的 伸了伸筋 抬了抬腿 一看 今天自己 腰腿灵便 浑身上下 也不怎么那么好受 我呀 先热热身 一矮身 挠头湿的可就进了棉花镇了 抬头一看 白花花一片 全是棉花球 老爷子心里高兴 这个功夫要是不搁去 哥哥说的对 什么功夫可以 搁不下 派 洋自己双掌 一推着棉花球 两棉花球 往起子一挡 不等他抬起来 转身可就打这俩 今天打得高兴 刹那之间 三十六个棉花球 全打起来 上拳打 下九踢 打得这个好看 这会要由我哥哥看 我哥哥都得给我 喝彩就要好 真比哥哥不差 一点一点的 把三十六个棉花球 全都稳住了 自己又顺棉花球 底下钻出来 抬头看了看 东边的刀阵 他不让我练 今天我练了吧 自己来到刀阵以外 一低头大哈腰 可就钻进去了 那天没往里站 今天真敢的 站在刀阵里头 都一看 全是刀尖 明晃晃练 唐达 上不齐眼 这儿不齐凶 齐腐 下不齐阴 都 真不含糊 这个能得要练成了 别看我挠头师的路滚 忘七之人 我也快七十了 我还能再行走 行走江湖 心了后悔 真不该听哥哥的 早早就把买卖收了 哥哥是心灰意冷 打算抱哥哥忍了 我路滚还觉得自己不老 怎么着也得给儿子录音 再多挣点家产呢 练练吧 啪 伸自己的双手 拿二指夹住了这刀背 刀尖冲上 刀尖冲里 微微往外一送 适时力量 这两把刀 荡起来 可又回来了 自己还是原样 把他夹住了 这回又使点劲 荡的河就高了 心里边 没有底 被他没练 到底是九经大敌 有点经验 要上来又打 那还行啊 二次这刀回来 还把他接住了 倒汉可把他打高了 凭了防顶的 用多的力量 啪 往外一送 两把刀荡起来 满根这个竹子缸 这个圈梁 平了 再往回来 自己可知道 这回的力量可大 伸二指又把他夹住了 稳住了 自己在刀阵里面 转这么一圈 看着看 上上下下 三十六把刀 按咱的点头 叫不过如此 哥哥 我先练这么两回 等练熟了 回来让你看看我怎么样 啪 伸手处 这两把刀可就荡起来了 不等他回来 接着又荡这两把刀 哥哥练熟也看明白了 是六把六把的起 这儿不两把 这儿不两把 后不两把 六把刀 挨着个的这么一接 觉得自己啊 没问题 又加六把 十二把刀 上下翻飞 赶他夹的第二十四把刀的时候 要说挠头狮子路过 那能耐可就不错了 他可就加不动 就跟那下棋一样 棋力高低 练武也是这样 举杠铃 你加多少 你得有数 那大铁饼吧 直接一看别人好 已经 一百七十五公斤了 眼热 我二百一五 直接就超四十公斤 这就是八十斤呢 这得循序 间接一点一点加 你平常练 你可能练得过二百一十五 但这猛然一下 他不超 像这个就应该全身而退 练得差不多就得了 怎么着 也得把这三十六把 满刀打起来 就说打不了哥哥那么好 我不在面 这刚二十四把呀 就这一念之差 二十四把刀已尽全力 第二十五把刀再打出去 这头一把回来 可就觉得快 自己就觉得心慌意乱 再想加低二十六把的时候 都来不及了 这刀已经连到面门了 百忙当中可就忘了 这是刀 自己叫挠头狮子 狮子滚袖 求使得最好 大邪师把这要害偏过去 拿手这么一扬 这刀尖正向前掌心进 后掌心出 自己一护腾往外一拔 那哪拔得出来 那链带着跟着你走啊 二把三把可就全回来了 刷那之间上上下下 连惨叫一声都没来得及 扑扑扑扑扑 扎得血嫖香 二十多把刀 可就把陆二爷 给盯死在当场 李要里的爷 正洗澡呢 猛然间就觉得 气血上庸 发似人灸 皮似针扎 怎么呆着都不好受 老彪头 你一会搓出头 我搓不了了 我想起一档的急事 我得回家 擦干净身子穿上衣裳 连钱都没给 好在没人跟他要 为什么 名望太大 理要不是那洗澡不给钱的人 你看今天是真有急事 登登登顺 澡堂子往外跑 可就跑回家来了 能吗 老爷子您回来了 二爷来了吗 二爷说让澡堂子找您去了 坏了 一听说二爷找自己去 自己在澡堂子口 没碰上二滴路滚 都没奔西院去 直接就奔自己后院练功房 跑到练功房门前 一看有礼不 这门可闭着 走出这房门是虚待的 现在这门由里面给关延了 哎呀 二弟 难道说不听微凶言语 今日你要炼我的刀斩吗 这边如何是 老爷子一抬腿 光当门风左右 一根血腥细扑鼻 安家扑通 当时就死在 当场